这个酒店叫 马 马西卡用 马西卡用 Hotel 是朝鲜的超五星级 有说五星有说比五星还高 在朝鲜的原山以西 就在那个朝鲜第一隧道 彩虹隧道的 四公里长的彩虹隧道的西端 往南侧一拐 就是准备把它打造成 世界第一的滑雪场 因为在这儿呢 中间有一个高山 朝鲜的 是叫盖马高原吧 来自东海岸的 就东海 台平洋的湿热空气 在这遇到朝鲜半岛和高山 就会升起来 变成地形雨 所以它容易降雨 冬天呢就是降水了 来自盖马 马高原 以西的 从黄海吹过来的冷风 西伯利亚的冷风 到这儿也会遇到盖马高原 遇到这个高山 这边有许多高山 最著名的就是金刚山 然后会升起来 所以这儿会形成 大量的雨雪天气 适合修滑雪道 这个酒店也是特别先进的 刚修好 他们这国的那个插销 我们去锦绣山太阳宫 看到那儿的插销 是美国制式的双扁 而这个新修的 马西卡用 是中国制式的插座 是三扁 朝鲜呢有多种制式的插座 本来来之前都让买欧盟制式的 说欧盟制式的就是 双元的插座 但发现在这儿各种插座都有 里边装修都是用当地的石墓装修的 计划吸引欧洲大批的游客 从我的房子走出去 就能看到对面的雪山 光线很暗 我针对着就是三条 是不是雪道 我看不见 只能看见在月光下 泛着白色的反光 在我的右前方是工地 您能看见闪烁的汗腔 鸡声隆隆 正在赶工程 因为冬天来了 计划会来很多的游客 这就是朝鲜最先进的酒店 世界一流的滑雪场 退回我的屋里 十分温暖 十分温暖 六点整 这个终生也不是革命歌曲 而是阳式的 摇今年十分之革命歌曲 3号 每十分之革命歌曲 每十分之革命歌曲 ели算你们都相鱗 新鲜水 你们可以通过 尸,三条 静, shit 这些声音哟 则当我 才能听到 双方 穿了 反光 这是教堂来自欧洲教堂的众生 旧上海的上海关也是这个众生 六圣早晨六点 亮了 朝鲜的早晨 朝鲜的早晨 光明的声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